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刘杰中 台湾的影坛在历经谷底之后 这几年发展可以说相当好 质量俱佳 更是在各大影展发光发热 而这回短片替身的导演洪马克 是来参加加拿大影展 也让国际间更加认识这一块报道 台湾导演洪马克所制作的替身 在加拿大影展获得了杰出外语片 颁奖典礼上却因为工作人员的作业疏失 造成无法上台领奖 文革华台商会前会长杜丽娟小姐得知后 积极争取 终于等到主持人唱名 洪马克导演抓住机会 将这段意外的插曲化为助力 与主持人幽默精彩的互动 大力宣扬台湾 成为了国际影展的另一段高潮 也让更多人了解宝岛这片土地 我们不能怪说别人为什么 他们不知道 我们应该是想办法 让台湾有更多曝光的机会 所以我的说法就是说 我希望把台湾很好的东西带出去 那我能做的就是 我自己的作品 我的领域 然后顺便跟其他作品 我想一起带出去 不断的曝光 也希望他们除了听到台湾这个 知道台湾这个地方之外 他们还可以记得台湾 那怎么样可以让他们记得台湾 有很多的那种方式 那我能做的就是 把台湾的作品带出去 所以我们会在 每一场影展的隔天就办一场放映会 然后我们会邀请全世界的那些创作者 一起来看我们的台湾的作品 在加拿大国际电影节 其中有一个芝加哥的摄影师 他叫Eric 他说他看完我们的作品之后 他说台湾的作品的水准 远远超过整个加拿大国际电影节 那为什么你们没有来参展 所以基于这个原因就让我更想要走出去 所以我希望有更多的导演跟创作者 他们愿意把自己的作品带出去 去跟全世界的人比赛去参展 那他只要入围 他就是一个肯定 就有机会让人家知道 他从台湾 这里叫台湾 除此之外 红马克导演还有一个百搭影展的计划 期望借由电影作品 在世界各国发光发热 让更多人认识 美等影台湾的质量与深度 其实替身我们原本的规划是一部长片 那因为经费短缺 所以我们把它拍成短片 那我们的计划其实就是在 全世界进行百搭影展计划 宣传台湾的同时 我们希望去跟各个电影产业的电影人产生交流 那我们希望建议很深厚的关系 之后可以带来的资源其实很可观 如果我们真的走了一百个城市的话 我们希望可以把这些资源带来台湾 那我们也会继续制作替身的续片 替身的电影本开拍的时候 全世界的观众一直在等着看 那是我们最大的愿望 希望可以让全世界都在期待一部台湾电影 充满悬疑以及爱情元素的替身 带出了器官捐赠的医疗议题 紧张的节奏与背景音乐 唯美的拍摄手法再加上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 目前已经得到了25项影展记录 走过10个城市 继续的往百大影展的目标迈进 欢迎观众朋友在脸书追踪他们的最新消息 为台湾电影加油打气 中天频道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